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历史上所有的冷兵器出现 都会有制约它的另一种兵器诞生 没有哪种冷兵器可以所向披靡 可是究竟哪种兵器能够攻破刀盾组合呢 吴嘉敏不愿意就此放弃 他决定在中国特有的传统冷兵器中寻找 短兵器特别受克制 我一个就开始思考怎么它能破这个盾 然后就看到这个挤 然后传统的这个挤 我突然就觉得这个挤的这个形状 对付盾牌好像特别好用 所以我就开始就去研究这个挤到底怎么使用 去试图去破个盾牌 吴嘉敏根据查找到的历史资料 画了一幅补自己的图形 他认为补自己对盾牌的克制比较明显 上可着头 下可勾腿 还可以拉开盾牌 化解对方的防御 确定了形制后 吴嘉敏在网络上联系到一个商家 制作了一把尼龙材料的补自己 这边过来的木头都要刷一层铜油 避免它变形又开裂 尤其是铜油还可以防虫 也可以防潮 按照历史资料的描述 吴嘉敏用绳子将几头固定在了木杆上 以避免在新疆干燥的气候下木杆开裂 然而吴嘉敏还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 由于挤后期是作为遗仗用具出现在石料中的 挤的功法套路激进失传 挤究竟该怎么用 吴嘉敏自己也不知道 汉代的吉法现在已经是失传了 汉末以后它开始慢慢地不那么流行了 被其他的兵器所取代 唐代吉已经沦为了这个遗仗器 它已经不是作为实战器装备部队了 吉是战国时期军队里较受欢迎的兵器 然而到汉代 随着铠甲开始大量装备于军队 战车逐渐退出战场 随之骑兵兵器发生了变化 骑兵开始主要使用另一种兵器 法术 长脊逐渐退出了战场 但其实吉在古代 不仅是军队中的主要兵器 而且常常作为武器的范城 比如持吉之士 就像我们今天所指的战事一样 包括所有持有兵器的士兵 另外 吉往往还以他的装备数量 来象征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 《史记平原军于清列传》中记载 毛遂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 劝楚王连召抗秦 他说 金楚地方五千里 持几百万 此霸王之姿也 所谓持几百万 说明楚国当时有强大的军队 足以联合他国与秦国抗衡 但是吉并没有消失 而是除用作兵器外 吉也作为一种仪仗用具 成为权力和威严的象征 从周代开始 贵族为了彰显身份 在门前陈列长吉 成为达官显贵 才能拥有的一种特权 随代 列吉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随书《柳玉传》记载 十至三品以上 门积列吉 左仆叶高雄子洪德 封英国公 申谍请己 由此可见 三品以上的官员 只要申请 就可以在门前列吉 以彰显身份 列吉制度 到了唐代晚期 更为完善 成为唐代的一项 重要的等级制度 唐六点 卷四记载 并且详细列出了 二十四 十八 十六 十四 十二 十六个等级 最高等二十四级 最低等十级 成为一种礼仪用具之后 吉的实战技法 逐渐被人们遗忘 为了能在对抗中 将吉的优势 全部发挥出来 吴嘉敏决定 从相似的兵器入手 吸收可以借用的套路 在实战中 吉可刺敌如枪 批敌如刀 于是 吴嘉敏把枪的刺 刀的劈 棍的砸 这几样兵器的使用套路 吸收过来 进行组合 他的使用比较接近勾连枪 勾连枪也是可以说是挤的一个演化 所以我要很大程度上去参考一些勾连枪的一些技术 它上面可以找头 你看它又绕过去找你的头 新的一场对决即将开始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苦练 吴嘉敏对吉的使用已经有了心得 但是这件兵器到底有多大威力 是否能在自己手上发挥最大功力 吴嘉敏需要经过实战才能验证 因为它有个枝 它可以绕开那个盾盘 上枝头下勾腿 它很难防 对决开始 真正面对实战中刀与盾的攻防配合 挤的走位 力度的拿捏 攻击的重点 以及手眼的相互配合等问题 都在考验着吴嘉敏 觉得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祖先 他到底是怎么去战斗的 最后就发现不能直来直去的 必须要有一些变招 掩饰自己的攻击意图 你不能让对方直接就预判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 吴嘉敏从刚开始的剑落下风 逐渐占据了优势 他手里的挤 发挥出了着和勾的攻击优势 面对刀盾的攻击 也显得得心应手 从容不迫 最终 即成功地攻破了刀盾的组合 我希望我们以后的人 他不会去通过小说 或者点击人家费尽脑 去猜想祖先是怎么干斗的 这样的话就说明这个传承断了 我不希望这个传承 彻底地就断绝在我们这一代上面 接下来 吴嘉敏要复盘实战中的每一个招式 他要将这个过程 原原本本地复原到网络上 对他来说 从接下挑战铁的那一刻起 他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赢取胜利 更多的是想通过这样的实战演练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冷兵器的发展演变 从而体会到其中的文化内涵 吴嘉敏还在参悟探寻 补自己的实战用法 而在三千千米外的河北苍州 已经年届七十的孙惠海 每天都会演练几刀的套路 从六五年来到夏宰 我这几十年 中途连一个月都没听过 又什么事了 这一个月没活动没了 没有 人们他太好些了 怎么进去回来 怎么够回来 他都有一定的要求不太好量 孙惠海使用的这种鸡 被称为鸡刀 也被称为青龙鸡 显著的特征 就是安装有月牙型的侧刃 五经总要中录有八种刀 其中一种就是鸡刀 如果按照五经总要的命名分类 鸡刀显然属于刀的一种 在罗冠中笔下的三国演义中 第一战将吕布 就是手持方天化戟 纵横驰骋 血战沙场 英勇无敌 三国志吕布传 《原门设戟》中记载 布令门后于迎门中 举一只戟 布延 诸军官布射戟小枝 一发重者诸军当截去 不重可留决斗 布举弓射戟 正重小枝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 吕布射的是小枝 只能是当时盛行的补字戟 方天化戟并没有小枝 但其实不管是补字戟 还是方天化戟 都不是吕布的兵器 吕布的拿手武器是矛 后汉书《董卓传》中 有一段记述吕布和王允 联合截杀董卓的事件 故大呼曰 吕布何在 布曰 由赵讨贼臣 卓大骂曰 拥狗敢如是爷 布应声驰毛刺拙 促兵斩之 由此可见 吕布当时原门射戟的戟 并不是自己的 只是命人拿来一把戟而已 那么后世的画本小说里 为什么会流传下来 吕布使用方天化戟呢 这主要是因为 吕布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 形象必须令人深刻 对武器的渲染 有助于形象的塑造 宋代的时候 方天化戟是权力与威严的象征 而且方天化戟在戟身上 加了彩绘和镂空装饰 使得这种兵器更为华贵 作为三国二十四名将的吕布 必然使用的是 最霸道 最威猛的兵器了 每天清晨 公园里都会聚集很多武术爱好者 熟悉各种兵器的孙慧海 成了大家的武术指导 然而 孙慧海心中 一直有一个心愿没有完成 青龙脊的套路 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来传承 古代 鸡分为马上鸡 步战鸡 双鸡等不同用法 明清以后 同样形制的计 各种武术流派 亦有各种不同练法 但还是以刺 钩 片 回砍 横刺 下直批等为主要的招式 特别是这种青龙脊 使用起来需要极大的力量和技巧 可以说是集清兵器和重兵器的功能于一身 在运用熟练以后 既可以和重兵器对抗 同时也可以和清兵器比拼 因此 青龙脊对它的使用者要求很高 有的人说 你看 又连腿又违腿又违腰累得那么疼 不是这个事 实际上挺甜蜜的 挺舒服的 这个套物就是艺术 你说光这个漂亮拔上 又跟漂舞蹈地一样了 你说光工方艺术 就跟大杀手一样 它没欣赏艺术啊 然而 古兮之年的孙慧海 在习练的过程中 却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在习练的过程中 就像是小独龙脑 就像一样的鬼 在习练为就修身 就是我之前的 从手表劲人 从头到尾尾尔 温暖的 在习练习练产生 经过多年的等待 和慎重的考察 在孙惠海的古稀之年 他终于遇到了合适的人选 师徒俩开始了 每天的教授和学习 把这个套路画起来容易 俩到这个极高的承拿了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着实 每一个压实 每一个身份 没有个十家八家的 你俩不好 古老的兵器 虽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而后人根据兵器的特点 演化出来的套路 成为开启历代师徒间 探寻古人智慧的奥妙所在 传承意义重大 是尊重前辈 也是文化的延续 在实战中 极可刺敌如枪 劈敌如刀 亦可砸敌如棍 但是 功法套路激进失传的极 能否攻破号称 坚不可摧的刀盾组合呢 兵器面面观 十八班兵器 挤 下挤 正在播出 加固修复的青铜戟 珍藏在秦始皇碧陵博物院 公游人参观 汉福节悄然兴起 每过一段时间 这里的年轻人都会聚在一起 展示古老文化的魅力 吴嘉敏这一次分享的内容 是关于己的历史 孙惠海已经将所有的己访 传给了徒弟 师徒俩计划参加明年的 全国武术大赛 从兵器到礼器 再到今天 中国古老兵器文化的代表 其完成了华丽的转身 但霸气 勇猛 威夷的形象 依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